另外延烧半个月染疫人数破百的远雄自贸港区传播链 亚续电脑今天又新增一例确诊 不过桃园市长郑文彩以及指挥官陈时中都认为 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尾清零阶段 接下来开工日2月7号会针对自贸港区进行全体的PCR裁减 确保大家都是阴性才可以领取复工的通行证 此外龙潭的裁减站染疫危机 年节期间截至目前为止只有新增两例确诊 指挥中心认为这两条传播链已经成功被控制住了 桃园疫情在年前多点起爆 从桃园机场到西堤餐厅酿成群聚危机 还有多点零星个案 尤其延烧近半个月的远雄自贸港区传播链 染疫人数破百人 在2月4号仅有新增一人确诊 案1912730多岁男性是亚续电脑相关工作人员 2月3号在居隔期间裁减阳性 隔日确诊CT指24 由于个案独居对社区并无威胁 指挥中心松了一口气 宣布远雄自贸港区终于进入收尾清零阶段 远雄的个案也渐渐步入尾身 2月7号要做一次全体的PCR 检验过这个PCR阴性的 才才能够用这通行证在进到园区里面去工作 全面普筛确保园区都安全 才能再复工 另外龙潭裁减站的染疫危机也告一段落 年节期间目前只新增两人确诊 卫生局会持续监测到2月16号 本土疫情陆续受到控制 但防疫不能松懈 年节过后的开工日又是一大挑战 借桃园综合报道